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骑鞋大师李鹏为您带来精彩的凝聚惊要 好 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梁看相 一炮驾中功 鸳鸯马去功 居先和尚立 中足向前冲 隐居塞向眼 炮在后乡丛 一马换双向 骑士必英雄 咱们几句定场诗说完 咱给大伙说说 中国象棋它是偶然当中有必然 必然当中有偶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句老话叫一招不慎满盘结束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有的象棋选手 他可能别的功夫都到家 就在某个地方有个短板 他就无法实现向最高台阶冲刺的这样冤枉 今儿咱们说到这两个人 就和我刚才说的情况很类似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五六十年代 中国七谈有个说法叫南阳北王 就说南面是广东杨关林 北面北派棋手代表黑龙江王家良 一个精巧绵密 一个大刀阔斧 一时余亮 可是你翻开全国象棋个人赛的记录 你会发现 杨关林多次获得全国象棋的冠军 可是王家良多次获得亚军 一次冠军都没获得 当然由于多次进入前六名 多次获得亚军 也在1984年 王家良也有支撑中国象棋特级大师 可是说为什么这王家良 这一辈子没有得过全国个人赛的冠军呢 有人说他是性格使爱 有人说他其力 就没有能达到那么严密的程度 其实我们追本溯源 你会发现1956年 第一届全国象棋个人赛 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这一届个人赛上 王家良是非常有希望 成为第一届个人赛的冠军 可是阴差阳错 也由于有些人在充捐作梗 也由于王家良自身性格的弱点 最后王家良把这冠军 当于拱手的让出去了 阎冠林获得了五六年个人赛的冠军 那么这些奇谈往事呢 可能咱们有的亲密朋友知道 有的不知道 这里边的当事人呢 大多数都已经做股了 我在这讲这个事呢 也没有多少负担了 我就把当年这奇里头一些玄机 今天给大家说说 也算是爆料吧 内幕 1956年12分 第一届全国象棋个人赛呢 在北京举行 经过前面两轮的预赛啊 副赛最终进入决赛的是六名棋手 这六名棋手呢 互相之间要对这一场 也就是说总共下五轮 每轮两盘棋 一盘先手一盘后手 这六名棋手是谁呢 是广东杨冠林 黑龙江王家良 浙江刘义慈 湖北李义庭 北京侯玉山 上海和尚安 这六名棋手 然后这下棋的过程当中啊 由于所有人都认为这老杨 实力最强 杨冠林果然也不负众望 头三轮连胜三场 赢了刘义慈 赢了侯玉山 又赢了和尚安 就是连过三关之后 当时的规定呢 你一胜一合 或者是两胜 这算你赢了吧 你积两分 你要一胜一负或者两合 你积一分 如果你输了 你积零分 所以这连着三轮 老杨都赢了 积了六分 这时候他的竞争对手呢 到了第五轮 第四轮 倒数第二轮了 杨冠林对王家梁 只要两人走合了 杨冠林再拿到一分就得冠军了 就稳居了 就冠军宝座了 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比赛已经没悬念了 杨冠林肯定是冠军了 那么就在和王家梁走之前 两个人头一盘呢 是这个杨冠林先手 第二盘是王家梁先手 头一盘杨冠林先手 王家梁守得非常严密 走了大概有四十多回合 两人合了 合了到第二盘 王家梁先手的时候 他就拿出了事先 预备好的飞刀 其实和对刘宜慈 他胜的盘先手走的是一样的 结果两人缠斗了 一百多个回合 这可以说是一场 非常艰苦的赤酒战 王家梁赢了 这一赢 王家梁集六分 和老杨平了 整个赛场可就轰动了 所以这下来 王家梁在最后一轮 王家梁是对何生安 湖北李义庭对杨冠林 很多人都分析了 何生安前面连输 就跟王家梁输了赢了 反正他也是第六 得垫底 而李义庭呢 如果一旦把杨冠林赢了 有可能最少蹿到第二去 所以李义庭 当时湖北的小神童 很有和杨冠林 掰批手腕拼一拼的斗志 可何生安这时候 很多人认为他斗志全无了 所以这个时候 在两人同计六分的情况下 冠军这个宝座已经开始向王家梁倾斜了 结果第五轮 就是最后一轮 头一盘棋 杨冠林输给了李义庭 而这边呢 王家梁和何生安呢 下了一盘和棋 结果这一下子 盘面就明朗了 最后一轮的最后一盘 这边何生安之先手对王家梁 这边杨冠林之先手对李义庭 这两盘棋 只要有一盘 是何棋 这冠军就是王家梁的了 也就是王家梁只要自己不输 或者说只要杨冠林不赢 这冠军就是王家梁的 只有一种可能 冠军归杨冠林 那就是何生安赢了王家梁 而这边李义庭又输给杨冠林 只有这一种可能 所以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冠军没跑了 开始预测是杨冠林的 不是了 王家梁得冠军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天津有个棋手叫马宽 他来找王家梁来 说家梁啊 这冠军非你莫属 为啥呢 你不知道 何生安当年在上海呀 何老杨他们在大世界大型公司 下着采旗的时候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 那都互相都不说话 这关系将到一定程度 何生安恨老杨 他说何生安是绝不可能 帮助老杨来跟你拼的 你说他跟你下 赢了输了他都垫底 他前面竟输了 他能跟你拼吗 还得罪你 反而还帮助老杨 他跟老杨都接仇 他说 你俩到时候就这么想 何生安不先手吗 我们俩也说过这事 他耗走武器炮 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套路走 他这居一过来压马 你退炮打车 他一车三平四 这个时候 你直接走马七退五 来蹬他车 然后他上了一抓你炮 你再炮二退一打他 然后他居四退一 然后你炮二进一 两打一环打 最后就不变作和了 背盘朴 你俩和了 你管老杨那边傻样 你肯定就冠军了 这两半截合一盘 你就冠军 王家良当时眼珠一转 行啊 这省事啊 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 骑手有的心理很微妙 冠军离自己如此之近 24岁的王家良 心思难免会受到影响 就像我们现在看体育比赛 说有的人你看 马上就要胜利了 反而想法多了 被对手翻盘追上来 这就是平常你想不想的 我多冠这事 你反而能够聚精会神的下棋 这时候冠军离自己如此之近了 第一届全国各人赛 我就冠军了 一般人扛不住这个诱惑 所以这个时候 就容易为名利所累 换到换失 所以他一想 最后一盘 我是后手 他支后手对和尘湾 那可以说 象棋我们都知道 水平差不多的 支先手 他占有一定的优势 这好一先 所以这时候 王家良本身 也多少忌惮一点和尘湾 再一个 也想图省事 图保险 说俩人背盘谱 底下做点交易 起来发沙 这起我就合来 最后我就冠军了 不省点事 所以正是由于一时之间 为名利所获 做出了不冷静的选择 有点求稳 有点贪 就说这行 跟马焕说行 你跟何顺安说 就这么着了 他可没想到 这是何顺安这些人 设的一个套 什么套呢 在此之前 老杨那边也着急 海内第一人 魔术 都说我多万户成最高 到最后形成这个局面了 两盘棋合一盘 我就成下军了 东北小王 后边就成了冠军了 老杨也不敢 所以老杨当时想什么办法呢 首先一个 他得有 只有他赢了李一亭 而何顺安又赢了王家梁 前往下 他才能是冠军 所以这时候老杨也做了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他首先找到李一亭的师父 罗天阳 人称罗天王 说能不能做了工作 让李一亭让我 罗天阳说那不行 为啥 人家李一亭要赢了你 人家可能下颠呢 要是输给你 或者跟你合了 人家都是第四 所以说人家能赢你得赢 这样 如果他能赢你 他得赢你 他要赢不了你 不合 他就让给你 输给你了 这行吗 老杨一听高兴坏了 这也挺大便的 可以 然后那头 广东有一个象棋民宿 这是谁 大伙猜吧 跟杨冠林是一个对的 这个人去找到何时万说 说你看 虽然你跟老杨关系不好 你得想想 第一个 冠军要让一个北方人拿起来 咱们滑东滑南 脸上乌光 你得帮忙 再跟当初老杨也帮过你 你想想 哎 何时万就想起来了 在四十年代建国之前呢 何时万曾经到香港下棋 把钱包丢了 回不去家了 回不了上海了 他只能跟呢 骑手呢 再下两场 然后门票提成 他才有钱 赚到路费 他当时找董文元 董文元说你名气太小 不跟你下 当时正好老杨在香港 老杨说我跟你下吧 挣着钱你回家 可以说那时候老杨 拉了何时万一把 所以何时万一想 当年有这人情 尽管后来关系处的不怎么好 再加上有广东队 那位高手的面子 行了 我答应你 我拼尽全力 我要赢这王家梁 怎么赢呢 因为当时王家梁起很厉害 何时万直前手 一点也没有赢王家梁的把握 他就想到了通过马宽 设计这么一个套 就找了天军马宽 马宽跟何时万 俩人关系非常好 所以马宽 到王家梁这充当说客 来给下着套 说双方你按照这个盘面走 俩人不便作合 王家梁一时猪油蒙的心 也就接受这个 结果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了 咱们先看看何时万直前是怎么样射套赢了王家梁的 这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象棋个人赛 上海何顺安在最后一轮直线手对黑龙江王家梁这盘棋 前面我们说过呢 经过底下打招呼啊 两人坐在棋盘面前的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王家梁以为呢 经过打招呼呢 双方不便作合 背一盘谱合棋 这样的全国冠军就到手了 可是何顺安这个时候心里边却有了算计 我们来看看实战当中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这盘棋呢 是何顺安采用比较擅长的武器炮过河车的走法 他先手炮二停五 王家梁马八进七 何顺安马二进三 黑骑马二进三 红车一平二 黑车九平八 红骑马八进九 黑足骑进一 红车二进六 黑炮八平九 红车二平三 压马黑 炮九退一 这个盘面大家应该说 象棋爱好者都非常熟悉 这个时候呢 红旁按照既定武器炮走法 炮八平七 那么这个时候 王家梁按照事先预定的方式 他走了炮九平七 打车 这时候何顺安车三平四 这种情况下呢 现在我们好多象棋爱好者都知道 这个局面呢 是开局里特别常见的一种走法 一般来说 这时候黑棋 非常常见的走法 也是很稳健的走法 应该是补一招 十四进五 这样的话 抓炮 退炮 形成军事 可是之前我们说 马宽找到王家梁 说形成这个盘面的时候呢 你退马登车 然后形成不变作合 双方被捕就合了 这时候王家梁就按照事先既定的方针 走了 马骑退五 退卧行马登车 这时候王家梁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 双方按照约定 红旗走车四进二 抓炮 然后黑旗 炮二退一 打车 然后红旗 车四退一 牵着这个马 黑旗 炮二进一 接着打车 然后红旗 居四进一 炮二退一 居四退一 这样形成这个盘面 我们叫双方不变作合 谁也不肯变装 这旗就合了 这是事先双方算计好的 按照这个形式走 可是没有想到呢 河州安这里边有一个套 和马宽设计好的 当走到这个盘面的时候 我们恢复刚才这个盘面 退马登车的时候 当时按照既定方知 河州安 车四进二 王家良 炮二退一 打车 这个时候 没有想到的是 河州安没有按既定原则走车二退一 而是走了 车四退四 他没有车四退一 车四退四退到何样上 这回我们广大亲密朋友 可以看一看 这个盘面之下 你就会发现 他如果没有按既定退到这 而是退到何样之后 红旗的子力相对来说 特别舒展 而黑旗相对来说 比较拥塞拥紧 所以这个盘面发展下去 对黑旗极为不利 这个时候 王家良一看 河州安没有走退一 而是退四了 当时脑袋轰了一下 坏了 说我这退马干嘛 我补一招 四次进五不就完了吗 可是这时候盘面不利了 心情也坏到顶点了 接下来王家良 就等于稀里糊涂的 输了这盘旗 而那一边杨冠林赢了李一亭 结果第一届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事实上等于王家良拱手的送给了 欢迎继续收看象棋世界 接下来我们有请象棋特辑大师郭立平 和奇邪大师李鹏 为您带来 2013QQ游戏 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击联赛的精彩对局 让我们有请两位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这盘旗我们带来的是2013QQ游戏天下奇异 全国象棋甲击联赛当中 来自上海 对阵双方是来自北京 威凯建设象棋队的金波 黑方是上海金外滩象棋队的赵伟 赵伟应该说在今年的象棋联赛当中 有非常不俗的表现 他也是迄今为止 第二位通过甲击联赛达到胜率 高胜率 对 达到了一个晋升 这个运动健将的这样的一个声报资格 对 那金波呢 大家也很了解了 这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大师 汉将 汉将 真是汉将 有的棋手开玩笑说是大力神 没错 马尔进三 这盘旗呢 双方以仙人指路对足底炮 下到这儿非常的有意思 金波没有选择常用的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都是 常用变化了 实战中是 象棋进九 太意外了 对 这个棋也是近期棋手对局面的新的认识 对 没错 他认为最后因为通过大量的马八进九的对局的总结 认为这个过河组还是很大 对 那通过象棋进九 我们来看 这一路变化到底怎么样 对 黑方他也不能练足了 因为如果你要充足 他可能马八进六来追逐你 那么进居 红方 炮五金四隔断 一米不适 然后就顺手就给飞掉了 花了两手棋 吃掉了一个过河组 但实际上还是挺直的 因为这个组确实有很大的 我们来看这个棋的盘点步数 比如说一步两步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三步四步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好像红的略还是主动 因为有中炮的 不太好说 因为红炮虽然吃了一个中足 但这个象以后回可能还要回首 还要度数 你还要回首起 那么现在他既然打过去了 黑方就利用追逐红炮 争取出紫的仙手 你看 你这炮一退 只有退了 等于现在拿一仙换了个足 对 那么黑方连续出紫 就有瓶溜 那么红方 这时候红方的下法比较硬朗 比较有意思 迎着炮口往上上 他还风拘了 你拘出不来了 其实这个我估计 应该是红方布局的构思 主要的框架构思 对 他就是不愿意跳拐角马了 直接跳正马 速度快 因为管小马 你以后被吊住的话 对 还是容易被打击 是 而且你这鞠出不来 你捞像 他可能就马四进三 只要你鞠还是出不来 他这个就速度很快 而且经过知识之后 这个鞠的出动也非常的迅速 对 马八进七 只要你正好不敢打 那么黑方 张鞠 巡核 这个是要线 要点 知识 还是补 这个时候实战中 黑方走了 跳八进二 跳八进二 但感觉上这个棋 其实黑方应该 稳健一点 还是马八进九 马四进五 可能速度会快一些 因为如果你出局 就给你对掉 这样对掉这边的局之后 由于黑方马八进九之后 红局响 左移 有点困难 这样黑方的局位非常的好 足以和红 就是说你以后出这个局的话 我跳马 你出局 我给你对 对 这样的话黑鞠的战位优于混乱 或者说我跳马 你冲起来 我就出来了 对 所以说这样 黑方可能更简明 那么这个棋 可能就 八进二 对 有点迂回 看他下得很 怎么说 赢着上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你不能顶了 因为他有打 你这是没有根的 也就是说刚才这个牵制 你没有摆脱牵制 那就是看你认不认可了 如果你认可 也可以顶 他打 你吃掉 他吃炮 跳起来 对吧 也是可以这么下 然后他能再唠个像的话 关键 这局位有点好 人家这个马也可以出来了 他在打你 什么的 就是说局位可能稍微好一些 所以说这个棋 黑方还是要封锁 他这个红方的二路局 他实战中是八进七 完了 我是觉得这条线还是很大 还是很大 嗯 他通过这个手段 还是把这条线给蒸回来了 嗯 这样凭炮一打 落相 打掉 这可能就是赵伟的一个构思吧 再拘六平四 再顶住 顶嘛 其实这起来 这个棋看起来 差不多了 四平八稳的 多一个中兵 但是 但是黑子挺火的 对 黑子 所有的子都挺火的 挺不错的 但是这个棋啊 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组也在人家口里 对 这个时候黑方已经不能再去纠结于 一兵一组了 因为他的战略思想 就是如果他能大兵压境 在这一侧创造战机的话 还是有所作为的 那行 那么金波这时候 也是非常清楚 这个局一定要 这个时候一直都没对局 要我下可能 要我下可能早早对局了 因为这边局不能乱对在哪 因为对掉局之后 这边啊 确实黑方的 就是太多了 那边在出局 人家是有点攻势的 现在实际黑方 红方的当务之急 就是打穿足迷线 然后让局能跟这边 联系起来 侧应起来 这样他就可以发挥多兵的优势 那么黑方反过来说 就是要阻止你打通这条线 他打出去 打出去 他还是要打通这条线 那么现在这个棋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 那么现在我们分析刚才说了 黑方的中心思想就是说 我不能让你的局顺利打通这条线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局面下 这一打过来就通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组应该是忍耐一下 这棋的还是差点吧 感觉是 但是拱起来之后 至少红局暂时还没打通 因为下一步 在炮三级打的时候 你的局还是过不去 现在你还是过不去 你一闪炮他马跳上来 就死活不让你过 这样的话 可能这边的子力 黑方开展起来 还可以清止 但是这个棋好像还是 红的可能好一些 多兵 但是实战中 赵伟这招棋 是炮马没前途 对 赵伟这招棋 这个棋应该布局 就是红方好了 对 但是这招可能走出来 还能多纠缠一些 有些机会 但实战中 赵伟的一步急躁的 他走了这个 人家直接把鞭冰打了 对 这个棋关键是什么 打鞭冰这招棋 金波当时临场 也是看了很长时间 他在计算 计算什么呢 对 这棋打鞭冰 就是面丢着你丢子 认不认 你知道马一跳出来 就要丢子 他设计了一个 非常强悍的突破手段 你如果不想丢子 比如说你简单 现在可以回个炮 你一打我让个鞠 以后还有泪上砍一砍 也是有的下 但是人家的马蹦上来之后 也是有一些机会 这个棋也是都有的下 对 当然说如果打鞭冰 就是比较果断的一个判断了 那么 泡三平一 我们来看 这一段比较好看 马斯金我一打 他最惊天的一招 就是 先踢了一脚 实际上这个棋 红方设计的是气炮打中向 他为什么要先走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后面有妙处 如果你要是先打 黑方他不飞你 他可能软出力 出劲 你这个解决不了 你逃鞠 反正都在他嘴里 你对鞠就给你对了 你鞠丢了 所以他先蹬你 先蹬是破你鞠 离开 离线 这个在离线 对 你换了人家马都进去了 现在蹬栓 你只有平鞠打 他这时候再打 这时候再打 你没有出架了 你出架泪上一僵 快僵死了 所以我觉得赵维 可能就忽略了 七进八 对 那么这一打只有飞掉了 那人家底线一僵 底线一僵 就退向 退向 然后禁笔又一刹 这个已经是很符合 大力神的风格了 对 他这个棋就很尴尬了 金波这时候下的还非常好 走一居酒平骑 顿挫 对 我先顿了 让你打 你打的结果 就是你后方更加空虚了 要不然你这马 还有机会还能回 还能回手 原来有一句话 鸳鸯马内顾宝赛 就是他可以防守 这好 马五金三 对 这个 这时候打了 一个引离的一个效果 引离的效果 这时候一打 上来 上架 退居 退居 将 再上 上 这个时候 红方再起一子 非常的凶 又起一子 那么 只有吃了 这你只能吃了 没什么说的了 那么 G2推一 推将 这招起非常凶狠 有点穴的作用 真的是点的 招招都特别到位 点穴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实战是退马了 退这个马也不行 如果退这个马 人家很简单 吃灰子 然后 仍然保持着进攻状态 现在将军 马上将军 你只有平炮 那么我一将 吃了就完了 所以这个棋 回这个了 但是走这个 红方下面下的非常简洁 走的是G2进一 实际这时候 走G2平五 它也可以取胜 但是可能变化 占线就长了 非常的复杂 这个时候 其实全盘结束 只有35个回合 就是金波后面的招 下的是 简洁 非常准 对 叫文准很 就每一招都是点到位了 如果要是走 G2平五的话 可以简单的摆摆 也可以 一将一出来 它通过这种手段 可以巧得一拘 巧得一拘之后 现在黑方暂时 可能会有一个先进 先进的话 可以先进 那么它吃马 对 当然这时候出老将也行 这个棋也是可以的 出老将可能也行 出老将比较危险 这时候打将 它唠像 这个很妙 一定要唠像 然后再老 然后你将军 它上来 你再将它电鞠 你再将它下降 你吃鞠 然后它一将 就把这个吃回来 把这个马一吃 它多了三个兵 已经是胜定了 但是金波下的 是更加的简明 精确 这个是这样 这样 有个胖 这样 对 对 这就在这 金波呢 G2级将军 只有退马 完了 G6 平G 对 这个叫杀 反正现在两个手 一个是 一个退7 一个退5 一个 退这个的话 一个杀旗 一将下降 终于一将将死 对 如果你退5也是 一将 一将一将 对 杀死 只能退7 那么退7 G2平3 对 这没办法 只有对居 只有对7 一桌 下得太好了 退马一蹬 退居又一桌 对 你这跑了 满溜近7 那么现在退泡一打 对 你这时候 一换一吃 到这儿呢 黑芳就 简明胜 就认出了 因为你躲没有意义 他平均在揪过来之后 随便杀杀式 对 已经无法抵抗 没办法抵抗了 对 你的炮无论怎么让 对 背后一勾都是肯定 完了 多这么多兵 你还缺俩下 没错 所以这盘棋 也是下得非常精彩 好看 非常精彩 今天这盘棋 就为各位旗友讲解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好感谢郭立平和李鹏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评说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细说楚河汉界 品味人间万象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